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通体金属重达几十斤 用战绩最出名的几人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吕布了 他手拿方天化戟神奇战马的威武形象是其标志 能够在战场上披荆斩棘 吕布所依靠的不仅是武艺还有坚硬的武器 除了战绩之外 还有一样武器是古代很少人能够使用的 那便是大铁锤 通体的铁制成挥舞起来有着巨大的威力 一般人都不敢竟拿着大锤的人之身 奈何其重量高达百斤实在是难以挥舞 因此能够使用他的人必定是非凡之辈 像在电视剧中的李源霸 他所使用的便是双锤 双锤一出战 即便是秦琼也很难打败他 被震的是连连吐血 当然前面说了剑的重量不会特别重 但是刀就不一样了 刀和剑是不一样的类型 刀的特点是用来劈砍 因此需要很强的势能 因此大刀的刀片必须厚重而且坚硬 比如三国时期著名的武圣关羽 他所使用的大刀的重量便不是常人能够挥洒自如的 说了这么多 为何古代的将士能够拿起这么重的武器呢 实际上古代的计量单位和现代有所不同 古代的50斤放到现代是20余斤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 即便如此古代的兵器还是非常的重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了解更多历史信息 请关注二江说历史 留下你的评论吧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